威德360 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威德360 給你全方位的好天氣 這幾天觀眾朋友們出門的時候 一定都會感覺到外面空氣都霧茫茫的一片 好像不是很乾淨的感覺 能見度也比較低喔 那是因為我們這幾天的懸浮會令濃度特別的高 所以建議您出門的時候一定要戴上口罩會比較舒服一點 那為什麼會有那麼高濃度的懸浮威力呢 那是因為我們現在大陸高壓大概是盤聚在這個位置 那我們大陸高壓順勢把大陸的空氣 空氣汙染物用東北季風的方式傳到我們台灣地區喔 所以我們台灣地區呢受到中國大陸的空氣汙染物影響 懸浮威力濃度也高了很多 那這個懸浮威力呢跟沙塵暴其實是不一樣的東西 懸浮威力的那個歷徑的直徑會比較小一點 但它是一種埋害 是一種空氣汙染 所以呢也會造成人體有不適的現象 那未來幾天呢還是因為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我們的埋害可能還會維持個兩天左右 才會慢慢的消散喔 所以提醒您未來幾天還是要注意到空氣汙染 對我們人體的影響 出門一定要戴著口罩再比較安全一點 那這幾天天氣呢還是受到東北風影響 我們北部以及東半部地區呢 仍然是多雲到偶有毛雨的天氣狀態 另外我們黃南水氣呢已經慢慢蔓延到我們台灣地區了 所以今天台灣地區各地呢 雲量也會比較增多一點也比較厚一些喔 那我們可以看到黃南水氣呢 連綿不絕的一直不斷輸送到台灣地區 所以未來幾天的天氣呢受到黃南水氣的影響 會不斷一直輸送過來 我們全台地區都可能會有下雨的情況出現了 不只北部以及東半部地區 連中南部地區以及中部山區 都有降雨的機會發生 所以提醒各位觀眾朋友們 全台地區明天開始天氣都會有不穩定的情況了 不要認為說中南部永遠都是乾燥穩定的好天氣了 中南部地區呢也要特別注意到 明天也要帶把雨傘出門 才會比較安全一點喔 因為明天開始呢 全台各地都會有降雨的情況了 北部到南部出差的觀眾朋友們 也要特別留意到 南部的天氣也會有所變化了 那明天的雨區開始呢 我們可以看到喔 只有在南部地區可能雨勢稍微減緩一點 不過整個台灣地區呢 大致上來說都是會有降雨的情況 連山區雨勢也會來得明顯一點 週五稍微緩和一些 不過全台各地還是會有降雨的情況 週六呢 因為週六周日開始 主要是吹東南風的影響 所以降雨的區域開始落在 比較是東半部的地區喔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東北部地區 以及整個東部地區 都會容易有下雨的情況 禮拜日 東南風會比較明顯一點 所以我們雨勢也會來得比較大一些 不過在中南部的地區呢 也會有一些零星貓運的情況 不過相對於東部來說呢 西半部算是比較穩定一點的天氣了 那明天的高溫部分呢 可以看到 因為東北極風稍微有減弱的關係 高溫也會來上升一點點喔 那 台北地區呢 大概是到22度左右的溫度 基於花蓮跟台東呢 東部地區大概是20度的溫度 因為迎風面的關係 溫度還是稍微低一點點 新竹還是20度左右的溫度 台中嘉義呢 大概是22到24度的溫度 而高雄橫村南部地區 還是相對溫暖一點 大概是26度的溫度 那低溫的部分呢 全在地區也可以看到 低溫也稍微增加了1度左右的溫度 也稍微比較溫暖一點 那北部地區呢 還是來到14度的溫度 稍微有點冷的感覺 不過沒有像之前一樣那麼的冷了 那新竹以及基宜呢 大概是14到15度的溫度 台中呢嘉義也是14到15度的溫度 特別是嘉義地區 因為明天雲亮真多的關係 浮測冷卻效應就比較減弱一點 那低溫部分也不會來得那麼低了 那高雄跟寒村大概是17度的溫度 也稍微比較溫暖一點 所以明天開始 東北京都減弱的關係 各地溫度都有回升一點 不過呢還是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因為早上出門的時候 還是有點涼意的 那未來幾天呢 天氣呢懸浮為力 還是濃度還是滿高的 所以建議您戴上口罩出門 才會對身體會比較舒服一點 以上就是今天的七項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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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 謝謝